地底世界之雾影战婆 第十七集 那具被引爆的火焰喷射器燃料罐 立刻将距离较近的几个缅甸武装人员吞幕 连同海东青和江石也都被烧成了一团团火球 这种均有燃料机的燃烧性极强 一旦烧起来怎么都破不灭 而且被火焰裹住的人又不得立刻就死 惨叫哀号声中拼命的就在地上滚动挣扎 玉飞燕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得争在原地 他知道火焰喷射器的厉害 即便救出一两个周身烧伤面积达到99%的幸存者 在这远离医院的原始丛林中也等于是活活遭遂 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立刻开墙 早些结束他们的烈焰分身之苦 玉飞燕为人向来果决 他要对自己跟随多年的同伙下手 终究还是于心不忍 只好对俄国人白熊打了个手势 白熊原名叫切格洛夫 曾经受过酷刑 舌头被人割去了多半截 有口难言 所以总是沉默无声 但他运用烟花的经验格外丰富 只需粗略估计一下烟花用量和爆破方向 就与实际相差无几 是玉飞燕雇来的爆破专家 不仅如此 这个俄国老最有典型的高加索人血头 大约一米九零的个头 生的榜大腰圆是心狠手辣 当年作为军事顾问 袁月师前逃境外 他的家人在其逃出后 全部被KGB捉捕出死 所以对苏俄铁木有着刻骨的仇恨 也许是他流亡的经历 从而形成了一副屠夫般残忍的嗜血性格 他举起枪来将满身是火的几个人一一击毙 每一枪都是射在头颅上对穿而过 连杀树人整个过程没有半分迟疑 下手是又狠又准 脸上毫无表情 就如同苏联制造的重型机械一样 精确而又冷酷 司马会和罗大海等人在旁看了个满眼 无不心中声寒 但舍身处地地想 宇飞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只是换作自己 不知能否狠下心来让这俄国人动手啊 一阵枪声过后 丛林深处恢复了原来的寂静 宇飞燕却仍是止不住心惊肉跳 他看着七八具烧得面目全非的尸体 想不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先后折了僵尸也 钻山甲 海东青 这些人都是山林队老少团中的四梁八柱 无疑是他的左膀右臂 自从出道以来 从未遇上过如此重大的挫折 一时间竟觉得无所适从 此刻 那剩下的十几名缅甸武装人员 以及司马辉四人 都上前动手掩埋被烧成焦炭的同伴尸体 有人见低蛙处水蛙里握着一具尸体 估计是刚在混乱之际 顺势滚下水里 于是想要上前拖回来埋掉 不料走到近处 才发现那具尸体隐约是个人形 但未受火烧 面目不可辨认 身上裹满了水藻 有些地方还露出了白骨 大概是具在死水里浸泡了多年的尸体 与先前在水边发现的干尸极其相似 丛林深谷中的地势低限处 多有积水称找 而且在野人山里失踪的人员难以计数 在水中发现几具尸体也并不奇怪 但众人仔细一看 忍不住又是一声惊呼 那具浮尸身体上都是密密麻麻的吸盘 而从水沼中露出的也并非白骨 都是无数蠕动着的马黄 实际上是一只周身裹满绿藻的柬埔寨石人水质 司马辉在缅甸多年 拾得这种柬埔寨石人水质 他们又被称之为女黄水质或质母 在低热带雨林的岸河里才能生存 以柬埔寨境内所存最多 习惯寄生在腐尸死鱼体内 质母最初腐在什么活物身上 就可生得与那活物一般大小 产卵子大多都是普通的马黄 而且质母本身并不识人 只是周身上下满是吸血的肉盘 溢于肠泪 能够在一瞬间吸掉整条水牛或野象的血液 在西南荒庇之地 多又以此物施法害人之人 因此被民间称之为识人制 其余那些缅甸人也都知道他的厉害 虽然没有谁敢用手去接触 柬埔寨识人水质 但惊骇之余不等手里发话 就早就举起冲锋枪来抠动板机 一阵扫射之下 早将那条罕见异常的大水质 射成了筛子 不想在那质母体内 都是五六厘米长的粗大马黄 从被子弹撕裂的窗口中 蠕动着流到水中 遇到活人皮肉 就没头没脑地往里钻 众人急忙躲闪 司马回眼急手快 在岸边抓起了剩下的一具火焰喷射器 对枕石人质 呜地将一道火焰喷出 狂暴的火蛇席卷向前 顿时将无数马黄 以及那条质母 同时烧死在水中 司马回又举起探照灯 在光束下查看附近的各处水找 就见水里起起伏伏的 净是柬埔寨石人水质 母体大得出奇 背带着黄斑酷似人眼 腹部色如枯叶 生有巫术的稀盘 众人看得真切 不由得胆色为之阵力 头皮子也跟着麻了一阵 心中据是害意 丛林中的水质数量极多 而且生命力极其顽强 除了使用火焰喷射器 仅凭普通的刀枪 很难将其杀死 可只要不接近水面 就会相对安全的多 这时 那残存的十几个缅甸武装人员 再也不肯听从玉飞燕的号令了 他们这伙人本来就是些乌合之众 也都是为了钱才来卖命的 虽然号称是要钱不要命 但丢掉了性命 要钱还有何用 眼看还没接近 文氏特种运输机 失踪的巨型猎骨 就已经蛇损许多兄弟 看看刚才江师爷的样子 不是中了邪术 就是被深山老林里的恶鬼附体 如果再往深处走 可能谁都回不去了 何况探险队里的首领 根本就不拿他们当人来看 死掉一个 也和死个臭虫没什么两样 再留下来迟早都得替人家当炮灰 于是在为首的一个头目带领下 抢夺了一些装备物资 就此甩手不干 寻着原路往回就逃了 那些缅甸人个个都全副武装 真把他们逼急了翻起水来 探险队仅有的几个人 也控制不住局面 最多是两败俱伤 玉飞燕无可奈何 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走得远了 恨得是牙根紧咬 他回头又看到司马辉等人 恨恨地问道 你们怎么不逃 司马辉看了看剩下的人 仅剩下自己和罗大海阿翠卡罗威卡 加上玉飞燕和草上飞 俄国人切格洛夫 总共还有七个 他脑中一转 觉得前因后果都不寻常 而且热带风团随时会抵达野人山 暴雨洪水一起 地势敌意的地方都会被淹没 那伙回窜逃的缅甸武装人员 恐怕是他们自寻死路 所以他没有理会玉飞燕的话 而是反问他 江师爷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玉飞燕对江师爷被火焰烧死前发生的事情 尚且心有余悸 他本就是个点头会议的聪明绝顶之人 听了司马辉之言已经隐隐觉得不妙 心想 难不成真是撞邪了 司马辉不等他回答 就接着说他 我看江师爷可能是中了野人山里的古树了 据说 古代人为了保守野人山里的秘密 布下了许多阴毒的诅咒和机关陷阱 按照当前掌握的情报来看 美国第六独立作战工程团 与以前深入此山的无数探险家 都曾发现过许多古老的遗迹和文物 但都因为损毁严重 难以辨认究竟是遗留自哪个朝代 依此推断 那些扑朔迷离的传言 很可能都是真的 要想在深山里搜寻失踪多年的文式特种运输机 除了要面临复杂恶劣的气象环境 还有自然环境之外 还要对付古代人留下的邪术和陷阱 至于野人山里究竟埋藏着什么秘密 又是什么人设下了取人性命的古术 凭目前所得知的有限消息 还根本摸不到半点头绪 这些年 司马辉和罗大海阿翠等人 始终都跟随着免共人民军 在深山丛林里作战 曾多次见过有人种将头和巫蛊的事情 而卡罗维卡是个土生土长之辈 对此所知更是清楚 如果有人出现僵尸业这种情况 没有别的原因 肯定是中了蛊 如果中此邪术 除了在发作前吃施术者的人肉和降马脚以外 绝无其他解救之法 只是根据个人体制不同 能够幸免云南的人大约只是几百分之一 相传在中国有种方子 可以用马脚来克制古术 这种土方子起源于云南 据说云南古是风俗上轨 如果谁患上了疾病 一律不请郎中 而是请神将神取血 倘若遇着怪异 则用马脚 什么是马脚 不是钉鞋的马掌 也不是马蹄子 南方俗称的马脚 北方则俗称鸡脚 也就是从猛活的大公鸡身上 剁下来的鸡爪子 相传此物可以辟邪党兄 与黑驴蹄子打狗饼并称三灵 马脚虽在北方并不常见 但流传至越南 泰国 马来西亚等地 在古时候都曾有树人 用它来对付降头和骨毒 不过其中奥秘早已失传数百年了 现在即便能确定野人山里的骨 是千百年前的古代人所下 可当初的施术者 恐怕到现在连骨头都花成灰了 去哪弄古人的肉来吃啊 所以谁中了骨 就该这算谁倒霉 肯定是没得解救 而且这样的死法到最后连鬼都做不成 缅北深山里的骨树十分特殊 中骨者瞳孔底下的眼球 都会出现一条明显的黑线 形如蚕食 果真有的话就必然是中了邪术 绝不会错 司马会等人亲眼见识过缅甸的降头和骨树 知道凡是中了骨的人 确实在眼底都会有这么一个特征 但对其原理可就毫不清楚了 只是曾听人说 滇潜等地有蛮子擅长养骨 南洋泰国多出降头 缅甸又恰好位于两大地域之间 所以骨匠邪术融为一体 其匪夷所思之处更是常令人难以捉摩 如果你在缅甸看到某户人家 房中没有任何尘土或珠王 就可以断定那是有骨之家 至于羊骨的种类则多得数不胜数 有鱼虾之骨 牛皮之骨 狮骨 虫骨 蛇骨 狗骨 布骨 蛤蟆骨等等 玉飞燕仍旧是有些不幸 就对司马会说 如今僵尸爷的尸体都被火焰喷射器给焚化了 你也仅是猜测而已 如何认定是中骨 二人正自第一声商议 一旁的草上飞忽然好一阵猛烈咳嗽 脸吐出了几口黑水出来 等到抬起头来 竟已是眼中带着焦黄色的血丝 与僵尸爷先前的样子毫无区别 这草上飞是个张头熟目的瘦小汉子 他为人精细伶俐 大概会些闪躲铜挪的提纵轻功 才得了这个魂号 不过虽是盗墓的土贼 却生来胆气不壮 刚才看到几个老伙计落得如此下场 早已害得面无人色 心神俱乱 司马辉见到他的样子 顿时一股寒气直痛胸口 急忙上前扶住草上飞 翻开他的下眼皮看了看 就见双眼底 各一条黑线直观同仁 随后又接连看了看 其余几人的眼睛 众人见司马辉的举动 都预感到将要大难临头 只有罗大舌头没心没肺 他全然不知所以 问着司马辉 你看我罗大海这双眼睛 是不是八十几年不下雨 太多情了